你會多了錢嗎 面對問題不願回答 還一副無所謂的樣子 正姓祖先因為討債60萬 老人砸店 2015年9月 他也曾為了9000元的債務糾紛 糾中討債 圍毆刺死一名亡性男子 酒店經濟除了債務糾紛 率中討債之外 也常因為搶旗下的小姐 而大動干戈 去年10月板橋地區 兩派酒店經濟 也曾因為搶小姐大打出手 白衣男拿著籌棒 讓凶神惡煞衝進店裡見人就打 黑衣男被逼到角落跌倒在地 但惡煞還不罷手 又是噴灑辣椒水 就是因為喜魅文化 酒店經濟不僅要搶小姐 背景還要夠有力 那不好意思那我就會找你另外的經濟公司的麻煩 而這回警方也在酒店經濟公司 起出大批的毒品 就是酒店經常用毒品控制小姐的手法之一 因為旗下的小姐越多 代表酒店經濟實力越強後 拆帳的利益才會多 酒店生意背後的利益相當可觀 對經濟來說 旗下的小姐就是金積姆 為了留人可以說是不擇手段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維吾